以咸咸突出的花椒味就对了 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做的是炝土豆丝 来用心做好菜吃出健康来 把这土豆丝呢 这个料啊准备好 先切片上几刀啊 切成片 这个面放到炭板上 它不晃啊就可以了 现在开始切片 两毫米厚的片是最标准啊 最后啊这个不好切了 不好把它放倒 片成片 切身很关键 粗细要均匀 咱们看一下啊 标准的就是烟火棍粗细的这个字就可以 还有吧这个土豆丝啊最少要洗两遍啊 好一好洗上三遍 这样打水刀呢它不易发绵啊 下锅一发绵它还不爱熟啊 现在 往后里下 必须要开成锅了啊 不管你这土豆丝切得有多细都要开锅 不开锅它就有生土豆的味儿 好了一会儿见 开锅了下入芹菜 这个叫圆椒 捞出 做正宗版的东北的呛土豆丝啊 里面不放这个红椒啊 不放红椒 可以放啥呢 胡萝卜丝 头烧凉一点啊 一会儿要用高温花椒油 在上面再积一下啊 冬季呢可以呢带着温度温乎乎的上桌 夏季呢做这个菜给它做凉一点啊 有这么个区别 地形水饭放入葱蒜 再找放上几个粒的辣椒段 现在呢把这个花椒粒洗一下 朋友们看一下啊 肯定要帮带水去 把花椒粒炸得要糊了 变成咖啡色 放入葱姜 炸出香味儿 吸油 突出花椒的香 盖上盖 焖上半分钟 时间到 现在呢 加入 加入 二十五克的米醋 加入少许的糖 提一下鲜 味精 十量 盐 调制到八分口 根据各人的口味啊 就可以上下半分钟 就可以上下半分就装盘了 香香炸豆丝 这就是啊 口味呢 以咸鲜鲜突出的花椒味儿 就对了 这就是 呛 饭呢 没有花椒味儿 比如说来的 这个 饭头的丝 饭头的丝 突出的 大酸大辣 这个酸呢 酸口也大头啊 但呢 没有甜口 甜口在这里面 微微提前鲜就可以 啊 有的朋友说我多加的糖品 可以的啊 好了 这道嗆土豆丝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有什么需要的话呢 在我最新视频下方留言 谢谢诸位观看